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7月8日 星期五 最近 有一則在暗網 兜售一些個人訊息 這個 令到很多人很震驚 原因就是黑客 據說入侵了上海公安的個人訊息資料庫 然後 就在暗網兜售 這裡總共有10億人 的個人訊息 而且還有幾十億條 報警的資訊 兜售的價格很低 只是10個比特幣 即是20萬美金左右 中國官方 保持著沉默 一直都不說 與此同時 有些國際的媒體 就對全民追蹤報導 以及嘗試 去聯絡被 洩露信息的個人獲得資料 從一定程度上就增加了傳聞的可信度 即是查過 核實組內的資料 原來是真的 分析人士說 如果這個傳聞 是真的話 這個是全世界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數據事物事件 甚至 有專業人士 已經開始由 洩露的數據之中 研究中國 希望揭示 外界 沒有辦法 規探到中國的真實面貌 究竟 是不是真的 有黑客攻陷了上海公安的個人信息苦呢 路透社報導 網名China Dan 黑客組織 在6月30日在黑客的突破論壇發帖 這是一個暗網 2022年 上海公安的數據庫被洩露 這個數據庫 包括 幾個萬億的字節 即是TB 即是TB數據 以及 幾十億條中國公民的信息 貼文就說 數據庫裏面 有10億個中國公民的信息 以及幾十億個案件檔案 包括有姓名 住址 出生地 身份證號碼 手機號碼 犯罪的案件 又或者案件的詳情 發帖者 為了證明自己的可信性 還公佈了75萬份紀錄樣本 並要價10個比特幣 其實只是20萬美金左右 但是沒有說明怎麼可以獲得 如何獲得這些數據 由於這個貼文沒有辦法確定 很多媒體都嘗試聯絡發帖人 但是也不成功 但是有媒體 在公佈的樣本之中聯絡裏面 被人爆料 公開了的資料的人 有一定程度的成功率 那麼我們詳細和大家分析一下這件事 說之前 記得支持 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 星期二日報告給頻道 月費贊助 我們三個呼籲 派幣 據說明天就可以買賣了 大家記得 登記電子錢包 把我們的派幣傳進去 當然88 已經逐租了 大家可以繼續支持 我們另外會跟VPN的公司PIA合作 提供優惠給我們的支持者 給我們的聽眾 大家可以透過購買VPN服務 內地朋友需要 香港朋友 如果你們也想支持我們 也可以購買 美國華爾街日報就說 美國華爾街日報就說 黑客發佈了75萬條紀錄的數據樣本 裡面就有 中國公民的個人姓名 身份證號碼 電話號碼 生日 出生日期 以及詳細的警情訊息 當中 涉及的就是小偷 小摩 網絡欺詐等等 也有家暴報警的紀錄 最早案件可以追溯到1995年 最近的就是2019年 美國紐約時報認為 黑客提供上海警方的數據庫 特顯了中國兩個特點 就是中國在收集大量公民信息方面 遙遙領先世界 但是保護這些數據安全 就沒甚麼了道了 英國金融時報就注意到 中國正是迅速刪除 審查有關上海警方數據庫被人吃了的消息 這些所有貼紙 大陸很轟動 因為 中國的公安竟然被人吃了 而裏面有10億個中國人的資料 幾乎每個都有份 這件事 在社交媒體引起短暫騷動 但是到星期一 微博 騰訊所有的話題 全部都被刪除 彭博就說 向上海警方和網管局 發了一個詢問 但是沒有回覆 互聯網上搜索10億數據事物 10億個人信息等關鍵字 還可以看到一些媒體登舉報道 但是很多連接 其實就已經失效了 中國官方當然肯定不會承認被黑客偷了資料 就算有也不會說 究竟這個黑客是真還是假呢 有沒有人用 20萬美金去買這批資料呢 如果這批資料是真的 20萬美金抵到藍 任何一家公司都能付得起 尤其是在大陸做大數據的公司 很多人即時就有不同的解讀 對於 這個人口 即時就 令到關注中國人口問題的一位專家 叫做易富賢 他出了一本書叫做《大國空巢》 他在Twitter上對洩露資料發表評論 認為這個數據有巨大的經濟價值 中國的人口危機 可能超乎大家想像的 當時我也第一時間想到的人口問題 就是 為甚麼中國的上海公安裏面有10億 人民的資料呢 你想想 一個上海市 是不是有全國人民的資料呢 如果公安的系統是被人吃掉的話 你那個只是上海市還是全國性的呢 如果上海市 只有2000多萬人口 但如果全國性的 只有10億 也是很大的問題 其實早在去年 我們已經有內地網友向我們報告 全中國 發行的身份證 只有9億多 不夠10億張 當時我們就很奇怪了 身份證 正常來說 每個人都有的 如果 真的 只有10億張身份證 意味著中國人口真的只有10億 那些官方的數據全部都是造假 這位專家就說 他說 2010年的人口普查 人口少於25,000人的縣 有37個 這次上海洩露的數據 有29個縣的數據 只是差8個縣 人口 超過25,000至30,000的縣也有 人口超過30,000的縣也有 可見25萬樣本的隨機性很強 分散度高 有一定的代表性 雖然不能夠用以精確推算了全國的年齡結構 但可以看出出生的變化 1990年之後的出生率一直下降 其實不止90 2000年的出生率更加 一直下降 並沒有停止下跌 我們 繼續關注這件事 黑客竟然 可以找到 那麼多的資料 除了人口之外 我們可以關心另一個問題 就是中國收集這些人的資料 所有中國人的資料 竟然 一個上海的公安就可以有10億人 其實問題在哪裏呢 問題就是 是不是所有公安稿 其實也有10億人資料 即是你無論到上海 深圳 北京 每一個地方的公安局 也有全國人民的資料 如果是 就很恐怖了 即是 可以接觸到這些個人資料的人 太多 基本上每個地方的公安都可以 這樣對於中國人 那種私隱是完全暴露在 幾百萬公安身上 所有的人 完全沒有任何私隱可言 大家想想 公安 隨時可以找資料 林貴德之前 我們看到一些比較窮的地方 例如貴州 甘肅 廣西 沒有那麼有錢的地方 他們 就會 周圍找一些 例如沿海地方 浙江 江蘇 上海 廣東省這些比較有錢的人 他們找到他的資料 有出生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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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在企查查查老闆 然後就進行勒索 中國公安從來都是做這些事 不過如果 中國每一個地方的公安都有全國人的資料 他們當然會選一些 北京 上海 深圳 廣州 然後就是 江節 福建等等這些沿海有錢的地方 找一些企業 然後就有資料 每個都可以搞啦 然後就跟銀行說 即時查你的戶口 查你的資料 就說要凍結他 他是四面犯罪 要你跟他解話 這些之前發生過很多很多次 現在大陸經濟不好 好 我覺得接下來公安有可能會重操故意又做這些事 大家都知道公安 是一個有排的劫匪 他領正牌去打劫 如果他突然收到公安電話說戶口被人凍結了 而你是真的 公安要你多少你也要付 據說 市價是三成 即是說 被人凍結了你的戶口 戶口 公安要抽三成才肯幫你解鎖 你想想 是不是跟打劫沒有分別呢 這些事 不是冰山一角 經常發生 而現在我們看得到 上海可以這樣做 當然上海的公安就可能不是賺錢的 不過在偏遠地方 窮一些地方的公安就會賺錢 那麼上海公安賺甚麼錢呢 當然是向本地的有錢人埋手 每個中國人 你們的訊息基本上都好像 甚至暴露在所有的共產黨人眼中 隨時可以讓人 想辦法去動你們 所以 在這個國家 毫無保障 私有的財產得不到任何尊重 甚至乎 隨時會成為被割的韭菜 這一節 我先說到這裡 拜拜